是我错了 咱们已经吃过饭了 其实大家都和我一样 会感到不安 会犹豫不决 有没有别这样 你的包打到我了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没关系 我的错 我的错好吧 和我一样善良 是这支吧 还给你 谢谢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关 关你什么事 有那么好笑吗 我笑我的 关你什么事 好了好了 你当然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啊 你虽然没有帅 可是也没这么被人忽视过吧 不就是个名字吗 你放心 我肯定能给你掉 对了 你下午第一节课 是江教授的课吧 对啊 江老师 江老师 我是您的学生杨宇 你好 老师 我觉得啊 您的课程中 有那么一点点的瑕疵 说来听听他 就是缺少这个点名环节 点名 是啊 您想啊 缺少这点名环节 同学因为偷懒 那就错误您这精彩的课程了 不是 也有道理啊 好吧 走吧 上 走 好 同学们 我们准备上课了啊 刚才啊 刚才啊在来教室的路上呢 我听到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首先我要表扬一下这位同学 他叫杨宇 怎么回事 不过呢点名这件事啊 不太适合以自由著称的我 但是呢我还是要表扬他 谢谢他 希望杨宇同学不要气累 下次呢还有更好的建议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上课吧 请大家打开书本 那么上节课呢 我们讲的是心理学的 学长 下了课你就赶紧走吧 好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 下课 来人跑了 准备 成功了 这 这是什么表情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好像是你跟我提的江教授吧 谁知道你那么傻啊 你是脖子又醒了是吧 我错了我错了 这就是哪关小姐啊 这就是哪关小姐啊 你干吗去啊 帆雪 你好 我叫顾青 怎么称呼 顾青先生 你好 我叫林小春 小小的小 乘真的乘 小春你好 好 小淳 我跟你讲 这是叔叔女主人公 居然叫白杰 这么乎的名字 笑死我了 那个 你是小淳是吧 我是刚从老家 回来的韩依童 你好 你好 听说你跟晨晨干了一家呀 是我的错 都怪我不在 他们几个也太不懂事了 新人来也不知道 开个欢迎会啊 有新人来 要喝一杯联络感情才是 来 顺便问一下 你有哥哥吗 没有 有 最小的叔叔呢 几岁了 四十 你走开啊 看你长这样 我以为你只喝柠檬水呢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问 是吗 童姐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无所不知 以前住在这里的社友 为什么搬走了 可以告诉我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 每次我一问起这个 大家好像总是会躲躲掩掩的 好像有什么秘密 没什么了 她怀孕了 被家人领回去了 所以啊 以后防护措施一定要保护啊 很有必要的 防护措施 这件事传出去不太好 咱们又是同一个学校的 所以啊 我们说好了不跟任何人说 难怪她每次见到我都会躲她 你该不会是以为我们排吉他 他才搬走的吧 没有啊 你看 她刚才顿了一下 就是这么想的 一定是他们几个嘀嘀咕咕 眉眉眼去的 让你误会了吧 嗯 来吧 让我们坦白起来 坦白什么啊 坦白心底的秘密 变得更加清静 来来来 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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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潘姐 两个圣诞节 怎么喝那么多呀 你快过来坐圣诞节 你怎么擦回来啊 还喝吗 喝 喝 圣诞节我爱你 让你过来